好的 那我們剛剛對這個協作平台有一個基本認識之後 你一定會發現我們現在已經上了一半的課了 延期時速已經快拿到了對不對 但是要不要結業 為什麼 因為還不會做自己的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那一般來講其實比較標準的 應該是你要先規劃所謂的網站架構 比較標準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你往下走 一般類似會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現在有個首頁 那我裡面可能會有專案啊 執行時間啊對不對 組員介紹 甚至我可能首頁之下還有其他的 對吧 可能有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那你有這麼多的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想好 先想好 所以如果你用別人的那個範本我也不反對 你會改就好 會改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喔 建立新頁面我先不要管他 我們先來試看看 來你看 我們剛進到這邊 其實你看它這裡面 有沒有發現它有 這個可以收合的 有沒有 這裡有收合的 這就是有兩層以上的 兩層 你也可以在這個之下可以再有 只是一般的大部分做兩層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做了三層以上 使用者點滑鼠的機會是不是越來越多 太多就不好找 就不好找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要做的時候要怎麼做咧 我們先來看看喔 既然夠 如果你開的是一個新的 比如說我這樣開一個全新的 我就不要用範本 其實我是比較鼓勵各位 所以剛開始練習的時候是用全新的 就是完全沒有範本的 等到你比較熟悉之後 你去套別人範本 你就知道要怎麼幹 這樣會更快 會更快喔 那所以我在這邊 如果你剛建第一個 就很難產的那一種有沒有 你就不要了 你就直接來這邊用就好了 用你剛剛的也可以 比如說我在這邊喔 先建一個 空白專案 好 OK 那你只要選一個 你覺得比較喜歡的主題就好 像這種這麼熱的天氣 當然我要選那種涼一點的 對不對 好 選好了之後一樣 我的 這邊就沒有那個驗證了 那還有呢 剛剛有同學的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 我已經看到了 就是在上面那邊 他會有一個就是 寫作平台100MB 你用的多少 對不對 如果你用一般帳號進去 最上面那邊 就有看到 好 我的帳還蠻快的吧 可以喔 進來了 那怎麼樣先有架構 從這邊來喔 你就在這裡 有沒有個建立頁面 這裡 他一進去會有給你一個首頁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去選 比如說我的架構 如果我想要像剛剛我們簡報裡面 看到的這樣 你看我們簡報裡面看到的 我有一個首頁 裡面有關於專案 執行的時間和流程啊 參與的人 網站規劃 好 我要這幾個內容 我就來這邊 先把頁面建出來 你先不用急著建內容 好 比如說這個我叫做關於專案好了 好 那麼你可以選擇 這裡有幾種範本 那如果你是那個 一般的 就是我們講一般的頁面 公告有點類似像那個叫什麼 新聞那種概念 也就是說我公告裡面我可以有一則新聞 兩則新聞三則新聞 可以放在一起 那檔案過的我應該就不用講 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執行專頁會有所謂的範本 對不對 一些公文的一些範本 你就可以放在那邊 那麼清單這個 這個比較少用到 但是我發現我們這邊有多一個叫起始網頁 但是一般的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所以我就不用講 這樣了解 原則上有四個 標準的有四個 所以我們就先用網頁的方式 以後這個可以改喔 好 那你看到這裡了 下面有沒有一個叫做選取的位置 選取的位置 一般來講 如果說我這個是最上層 我就把它放在最上一層 那假設可能 我的關於專案裡面 我又分了兩個指項目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專案裡面 這樣了解嗎 當然啦 如果你都不在意這個 我也是不反對啦 反正你要怎麼加都沒關係 它是不會完全限制你 好 我就先建立 就建空白的就好了 你看喔 我先建了一個 有沒有進來了 它上面呢 有沒有出現這個 看起來很熟悉的東西 OK 就是編輯器啊 看起來好像很陽春嘛 沒有關係啦 看起來陽春好用就好了 OK 我就按儲存喔 內容我先不用打沒關係 我就按儲存 而且你會發現 左手邊它沒有 這都已經新增進來了 好 那我再繼續新增 上面是不是有建立頁面 關於專案再來 執行流程 與進入 好一樣 就放在最上層 因為你在這邊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也在做什麼 把它存起來齁 就是在我們在做那個網站架構 好 然後這裡還有 這個預期成果好了齁 好我把它儲存起來 那麼現在呢 如果我有一個頁面是有關於網站架構 網站的風格齁 剛剛有個網站規劃嘛 網站架構 網站風格 然後一樣 再增加一個 好 這個時候我是 要把它放在哪裡 欸我不是要放在這裡 我要放在網站架構之下 有沒有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放在哪裡 我現在是放在 哇 呃 假設放在這裡好了 我就放在這個架構之下 好 我就按建立 你注意一下選單 有沒有發現 進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等於說 我現在雖然沒有任何的內容 我只有標題 只有那個頁面 我先開出來 可是我是把架構先弄好了 就這樣子 欸就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的 就可以加進來 那 預設的話你增加的 會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 有沒有 一樣 你可以選擇 我現在是放在這一層 這裡 這個叫做 網站風格 好 好的 建立 有沒有左手邊就出來了 對不對 欸像這樣子 請問這樣架構有沒有很快 很快啊 當然你還是可以做調整 還是可以做調整 那如果說我再增加一個 再增加一個 一般的頁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相關表單 好 欸這個時候我就不要用網頁囉 我來用什麼 檔案櫃可以吧 對不對 相關表單嘛 你可以從這邊去下載下來 好 但是我放在最上面 建立 好 這樣子 你看我們左手邊 是不是架構都出來了 這樣還蠻快的啊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先從這邊 但是這裡有一個小缺點而已 請問這個相關表單 想要放到下面來可以嗎 不行欸 預設是不行嗎 那你一定說 那幹嘛 可是有需要 預設的話 它是自動幫你加進去 可是你要自己調 可不可以 等一下我們介紹 好 所以你先不要 先不要管它順序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再自動調整就好 再手動調整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您喔 好 所以你用利用這個方式 建立的時候呢 你先選擇 你要的範本 然後呢 如果有放在某一個頁面之下 記者從這邊選一下 好 還給你 你大概建三四個就好了 就是有一個標題 有一個標題 然後 內容先不用管它